与世不决 黑欧解决 欢迎来到金刚的格斗拳王频道 说起武僧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谁呢 没错 武僧一龙 武僧一龙之所以有如今这么大的名气 很大一部分都归功于武僧这个名号 毕竟从少林寺出来的 会更加的受到全迷朋友的关注和青睐 那事实上 武僧一龙属于半路出家 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僧 据说是因为出去打工 路上扼晕在了火车站 被路过的一群合成救了 带回了少林寺 那真正的少林武僧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位少林出家的拳王 并且他还是少林寺的四大护法之一 终典2018年的10月19号 在五级天下登峰造极世界格斗冠军赛中 已经是51岁的施言兹 对上来自非洲的年仅30岁职业拳手盖伯瑞 罗普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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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少林传统实战技法是少林寺方丈上勇下信法师的高徒 第34代敌传大弟子 中国少林实战功夫学院创办人 英国少林寺文化中心创办人 享有少林实战第一人的称号 来吧 让我们请出中国少林实战第一人 是 言 自 从视频中我们能看到51岁的施言兹身披鲜红战袍 出场霸气十足 伴随着少林寺的主题曲 让人热血沸腾 而年仅30岁 黑色皮肤的盖伯瑞 则体型健硕 实力强劲 在主持介绍完了双方选手 以及裁判介绍完规则后 双方开始了第一回合的较量 随着比赛开始 两人并没有太过于激进 一直都是你进我退 你退我进的试探过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2018 登峰造极武器天下 这是七国拳王争霸赛 我们在天地之中 河南登峰 为您奉上这场比赛 那么本场比赛呢 是一场男子八十公斤级的超级战 蓝方选手是来自坦桑尼亚的盖伯瑞 红方选手呢 是名副其实的一位少林老将 今年51岁的少林 帅武装第一人 盖世言资 这个非常稳健 已经是51岁的这个年龄了 是我们的那个盖伯瑞 选择打倒 快 谁都没有想到 比赛结束的如此之快 短短的43秒钟 世言资一记踢腿 郑重盖伯瑞内部 对方瞬间坐地 疼痛难忍 无法支撑 在裁判的独秒声中 比赛以世言资 急速KO对方结束 现场也是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就是少林功夫的魅力 以51岁的年龄 开游了一位非洲职业拳王 在现场 您想对您 学生以及家人 还有现场进行之前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点什么 我也想感谢我的恩师 少林寺的方丈 勇姓大师 对我的栽培 我还想感谢我的父母 还有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老师 我呢 登峰这片故土 算是 也是我的故乡 我来少林寺这里 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 无言一表 只是感谢 感谢所有的人 对我的支持 赛后 世言资也是说出了 自己对于这场比赛的看法 表示 没能让比赛多打几个回合 是自己的遗憾 没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本来是想多上台 跟他学习学习 互相的交流一下 看看 能不能够用更多的一些少林的 一些招法 但是 也没想到 就是一个重拳 一个重锤 他 踢到他累了 这才是真正的少林大师 永远怀着一颗学徒的心